王德立 五十八岁 离异 长春市锅炉一芬厂 电焊工退休 退休金三千五百元 有双宝 住房面积五十平米 大哥 任务收出来的干净啊 地板擦这么亮啊 我就是天天地擦一遍 我早上起来就天天收一遍 我必须的 我就从小我就养成这个习惯 必须的干净 自己来到大压里的干净了 就丑着就往床里一躺 它也输了 这刚一进王大哥家 红娘就发现 王大哥这房子虽然不大 但是收拾的是真干净啊 参观完了大哥的房子 红娘和大哥聊起了他的身高 大哥多高 我正常是一八三 现在咋得了有点没咋 这个腿不一个长一个短 交通事故 01年那年正好是 过年那天是1029 就是那天 过了12点 半夜12点出的事 出车祸那天 王大哥还给家里打电话 说一个小时准到家 准备年夜饭吧 可没想到自己却出了事故 王大哥说 正是这次车祸 让自己的腿短了三厘米 这两条腿现在差三厘米一般 对 给你那一米八三 差一米八零了 对对 是吗 对对 远起我这 那现在走到一会儿 啥也不大 能看不出来吗 穿拖鞋走一般 差不多能看出来的 你要不仔细走看不出来 这腿没留啥护理症 没有啊 你就一年下雨就疼 都不太疼的 从来没疼过这个腿 王大哥说 别看自己的一条腿短了三厘米 但是生活可一点都不受影响 要说唯一有影响的方面 那就是啊 自己穿衣服更讲究了 我不穿牛鞋 穿牛鞋 那走到会儿就摘得更狠 没有 我这一般都带根鞋 我都穿皮鞋 那你皮鞋里边会垫垫吗 垫个厚垫 这一只脚垫一个厚垫 就看了 对 他不太这么一样了 王大哥离婚17年了 这中间他也一直没有在找 现在呢 自己的退休金马上就要开了 生活也稳定了 所以啊 就想要再往前迈一步 在找想找个啥样呢 找个哥别矮了呗 别跟我去 咱也不能找个矮哥 有太不完美的一生 我还是得多高哦 咋的女的也得1米65以上呗 俩人一说不定没心的呢 变你跟我长这心眼 他跟你长大心眼 争俩钱自分呢 也 我这个我肯定我跟你过不了去 我就告诉你 王大哥说 自己再找伴一定得是先往一处使 能实实在在过日子的 根本就是要被认送来的